高小松宣传信片面对学校自嘲丁言直误恋爱乐团 掌声我们这样什么技巧也没 摇权三句不离儿子小主豆 渴望尊生一拍凑成双 在家里头有这个差不多大的小伙伴 王大陆恢复自由身 废致片头暴涨 我不告诉你我的行情 没有强心葬刺那么行 看明星完全精神秀魔性游戏 欢迎来到新的一周 由玻璃海苔点心点独家冠名播出的娱乐乐翻天 我是小鱼金诚 大家好我是温牛 是的还要提醒大家再看我们节目同学 参与到我们的微信摇摇环节 有礼物送出了 我们本周要送出的是 由演员吉拉德巴斯勒主演的 美式世效灾难大片《伦敦陷落》 是的除了这部电影呢 我们还会送出另外一部 华语电影的门票 这部电影的名字非常有意思 叫做我的特工爷爷 那其中的帅哥也是特别多 包括老帅哥洪金宝 还有刘德华 朱玉成等等 所以说四月份上映的新片 真的是特别多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只要拿出手机摇一摇 就有机会获得这些电影票的兑换券 好了那么接下时间 我们赶快再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最多的一个新片的宣传了 新片宣传博主为高晓松 自常丁言之舞恋爱可谈 昨天电影《睡在我上坡的兄弟》 在上海某高校举行新闻发布会 主演成小 杜天号 刘月凛 李线等亮相现场 作为总监区的高晓松 也一同惊喜现身 这部典型的校园爱情电影 改编自高晓松老师的同名歌曲 这谁都有年轻过的时候 晓松老师也不禁深受感染 回起自己的青春岁月 只是这字里行间的青酸 是怎么回事呢 你们还有什么恋人可以道个别 什么各种回忆 我们是 新花币是在打草地上 一个搬一圈 一个搬一圈 然后就是全是胆 卧一卧难 然后隔壁人北大都是 一会儿一会儿 在校园里哭 我们是一搓一搓的 在打草地上哭 然后通常是九点钟开始哭 因为那个酒量吧 差不多从六点钟开始喝 喝到九点钟 差不多开始哭了 但是我们班比别人早哭了 一个半小时 七点多就哭了 为什么呢 今儿我写了这首歌 原来这首歌曲 包含小松老师的年少型孙世 似乎是为了弥补心中的遗憾 将同名电影推上了大荧幕 只是面对着 千一丝颜值颇高的男主演 人情终点的小松 心里又是一般 淒淒散散切切呀 而谈起对于爱情的看法 以及追求姑娘的手探时 作为过来人的高晓松 又一次感叹 这颜值的谈个恋爱 真是辛苦呀 人都长成那样了 你还让我们给人家传授 什么意思 人家神价根本就不是在了 每人是被卖了 长成那样是需要什么技巧 长成我们这样是什么技巧 也可以 新鸣宣传播出为 陈坤新电影首映 各种控诉导演 昨天由陈坤 白百合秦浩娟的电影 火锅英雄 在北京举行了首映里 这名字让小编人好奇 这是一部什么类型的电影 火锅和英雄 这样的迷之组合 到底能演个啥呢 导演先找我的事 也说了 他跟浩子说是偶像剧 他跟他说的是非色用 他跟我说是魔幻剧 其实其实我们演的时候 也能放弃不一样 百合的是什么剧 我没有接受过这样的爱 导演连见过 没有机会来见 我跟他经纪人玩的 导演什么戏啊 说什么戏啊 当然了 他的经纪人 我觉得也是有问题 在他之间 他经纪人看到我 他就怕就是 是蛮成功了 哦小编 我是真喜欢咱们坤哥呀 可是我说各位呀 说了这么久 电影到底啥类型 还是没说 所以各位定时期的小伙伴 就请自行去电院找答案吧 只是小编在此 也要给你个温馨提示 电影有高能 心疼坤哥可要绕行 这个是要看导演 他一直打我 他一直在剧情里面 安排打我 他还让那个 那些小 我很喜欢的兄弟们来打我 小编练名 被打的坤哥 想的也是极帅的呀 今天宣传播出会 男女主角缺席 耿乐称黎明是 性行中人 昨天中韩合拍的 犯罪选影电影 《不速之客》 在京召开首映发布会 遗憾的是呢 该电影的男女主角 黎明与韩采英 军卫现身 就导演和中国演员 耿乐到场宣传 面对如此场面 主办方 还请上黎明和韩采英 的人形厉害 与耿乐和导演合影 这前景真真是 大写的尴尬呀 而其实呢 从电影《不速之客》 前几次的宣传来看 媒体们发现 主演之一的 黎天王的脾气 好像很难捉摸 实际上在发布会的现场 让大家很是尴尬 甚至有媒体评价 黎明就是很难搞 那不知道 在该电影中 与黎天王 有着很多对手戏的耿乐 有这样的感觉吗 我觉得啊 她是一个信心中人 她开心的时候 她感觉好的时候 怎么都OK 她要是不喜欢的人 她真的 真的会让 她不管对方 是不是舒服 看完了秀波大叔 这个丸子头呢 突然之间 好像有点食欲大声的感觉 我们来聊聊 这个包子好不好 听说呢 最近有一对明星 马上要举行婚礼了 而且送出的这个伴手礼呢 就是一龙包子哦 对 我想很多人 应该都知道 为什么呢 他们又把这个包子 作为伴手礼 因为那个包贝尔 加上她的老婆也信包的话呢 所以呢 叫包子是最贴合不过的 加上他们一家人 都是小吃货 她的女儿又叫做饺子 也蛮特别的是不是 是的 其实回想起 在娱乐圈很多明星 都愿意把自己的小朋友 用食物来取名 嗯 那我就想 蜗牛 将来你有孩子了 不如就取名叫做 呃 法式橘蜗牛 橘蜗牛好了 我也想到你的 这个孩子的名字啊 如果是儿子的话呢 就叫做水主鱼女儿 就叫做金线莲 你还想那么丰富 不说这些了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小土豆她妈妈 天日里姚泉一身白色连衣裙 现身上海出去某活动 想当上妈妈的大姚 举手投足间 总是多了一份母性的光辉 自打儿子小土豆 出生了两年时间内 姚泉就把自己的重心 转向了家庭 工作再忙 每天也要和儿子见面 不愿错过小土豆 成长的哪个瞬间 小土豆现在两岁半了 我这两年多没有离开过她 我们每天都会见面 就最忙的时候早晚都能闲 这两年的姚泉 一切鲜少在公众面前后面 看来大姚 对于小土豆的关爱与陪伴 确确实实是百分之百的呀 在网当中 姚泉一聊到儿子小土豆 就不自觉地乐开花了 每天听她的这种 奶声奶气的这个 说话 我会觉得是一种乐趣的 如今二开政策的开放 不知道大姚 有没有打算给小土豆 添个弟弟或者妹妹呢 嗯 还是会 会的会的 希望她会有一个 对 在家里会有这个差不多大的小伙伴 小编点停 小土豆之后 还给来个小地瓜 新日电视剧《阎晴大地》 在上海再度开放媒体探盘 作为革命战争平常的电视剧 前有胡歌 近东 和王凯的《明家三兄弟》 而该剧 则打造了由张鲁依 孟昭仲 豆伦三人所饰演的 《马家三兄弟》 承播戏围绕着 《马家三兄弟》 展开了一系列的 爱恨情仇 其中 大哥张鲁依 和二哥孟昭仲的感情 十分纠葛 为了女主江凯同 各种争风之处 不知道女主 做何感想呢 我想好几个录制 嗯 戏里算是吧 对 戏里 因为我们这个戏 我的对手戏 基本上就是 这几个男孩子 然后 也是跟一哥 还有那个赵仲 两个人的感情戏 所以戏里的话 应该是比较受宠 为了能一甩之简 给观众带来的 思维形象 张鲁依此次 可是在角色塑造上 下足了功夫 又是流起了小胡渣 又是穿上粗广的服装 跟鲁依哥一心笑谈便 观众们对自己的刻板印象 尽量把自己的书卷剧 还有文人气 能够去掉一些 在造型上面 也尽量穿一些 稍微粗矿一点的东西 没大口 我改脱不了了 自从王大陆 与柴志平的顺利结约后 王大陆就积极开拓 大陆试产 除了先前般的电影 《铁道飞虎》 28岁未成年 现在更准备接拍 武侠组装电影《焦虎传》 而之前传言要接拍的 李安导演的新片江山 却迟迟没有消息 你觉得你有要拍江山吗 没有啊 那江山的目前筹备 阶段到哪儿 我不知道 那你还不知道 要请搜可以开始筹备 我不知道 他可能他要拍 但我拍《焦虎传》 我不知道 有钱只能尤其成功恢复 自由轩的王大陆 劲丑飘声 这是真的吗 我不告诉你我的行情 你去问 你找我拍片我告诉你 可是你自己是老板啊 你是老板啊 你要了解一下 你的行情 我的行情啊 不错啊 不错啊 就是努力啊 我觉得 钱其实 我觉得作品好比较重要啊 向周一生 陆被装的鼓励那扎 出席北京某时尚活动 近日 尤塔与男友战汉的 定型之作山海精 正在热播 这部古装神话 偶像电视剧已经播出 一下子又让鼓励那扎 走向了舆论的风口 看过电视剧的网友 纷纷质疑那扎演技差 直接被剧中女二号 蓝盈盈给抢风筒 山海精 其实我最近有看 我觉得 他们有说就是比 当年训练剧要好一点 然后我觉得对 要求不要那么高 我肯定也是慢慢慢慢来 刚刚毕业这样子 我也是在努力地 提高自己的眼睛 尽管演技差评 让很多的网友 路人转黑 不过好在男友在局中的表现 因为这对明星情侣 不得了很高的关注度 因为以往一直被网友 恶搞魔性笑脸的张翰 这次却凭借在剧中 喵脸庄而意外获得观众点赞 你觉得姜翰在里面喵脸庄可爱吗 没有啊 我觉得 帅啊 对 她说我永远有这样的一遍 你说自己 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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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编那名 演技不好 话题凑 乐本天中学报道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最近也有变得很瘦的一位女星 你说的是身爽是不是 怎么可能 我说的是 张辉妹 阿妹了 不太可能 因为我印象当中 张辉妹还是保持这样的一个身材 有受伤 但是人家会通过自己的努力 改变自己的身形 这一次呢 阿妹就在自己的微博上 晒出了一张与姚明的合照 然后瞬间呢 就把自己变得十分的娇小 十分的苗条 有网友甚至调侃说 阿妹是不是把姚明来当成这个自拍感了 这个方法真的很好 真的有受 所以也提醒大家 如果要就得到一张完美的自拍的话呢 找准参照物是非常重要的 要得到一个魔性自拍的高技能 是不是呢 在这个真秀霸停的时代 男神女神们早已走下神弹 轻松玩穿各种接地圈的小游戏 其中怒骂全代戏 明星们玩得过瘾 本次们看得开心 可要小编说呢 真秀好不好看 不仅取决于艺人的吸睛程度 节目中设置的奇葩游戏 也是话题性满点的存在呢 今天就请各位小伙伴们 跟着小编来一起掌掌见识吧 这什么情况呀 玩个游戏而已 咋就这么大的阵仗呢 原来游戏规则是同队的一位队员 在吃凉粉的期间 剩下的两位要进入到车子内部的队员 需要在众多旧男的推击下 守住气球 听起来还算简单对吧 可实际呢 在车内遭受众多壮汉无情压制的哈哈 瞬间苍老二十岁的疲惫脸 还真是让小编吓了一跳呢 不过这样的游戏 仅仅只是到开胃菜而已 泥潭竞技才是噩梦般的存在呢 好好的小哥在泥潭里木爬滚打 形象全无 也就是满丁的 但自己要参加的游戏 也只能哭着玩玩咯 小小只一脸狼狈小编 还真是很心疼你们呢 不过光心疼没用 该来的还是要来的 小伙伴们请听题 要在自己的飞鱼上心算正确 才算任务成功 可看看连问题都没有听清的这两位 除了一脸大姐的懵 也就只剩下尖叫了 正确答案什么呢 已经不重要了 当然除了选上项目 游乐场也是盛产噩梦游戏的宝地 坐360度旋转的摇摆车 但游行过转车的挑战下 跑男的每位成员都受到了神仙的伤害 只是看着小便都吓出一身冷汗 高光的跑男当中的各位 还需要在飞速运行的游乐设施上 看清贴在两侧柱子上的数字 难度细数五贴心 看来这真人秀 还真不是你想上想象就能上的 若没有和强心脏 还真是扛不住各位脑洞打开的导演们 精心设置的观察呢 乐翻天综合报道 若言旺语阿娇合演高难度电影 不是很狗血的一种 SHE解命情深 田不真坦言不喜欢单飞 还是最喜欢三本情 好 这位朋友们回答好 焦给力不一海台点心面 独要冠名播出的娱乐乐翻天 我是小金晨 大家好 我是温牛 是的 虽然《凤凰动物城》 已经上了有段时间了 但是呢 大家对于她的话题图 还是依然的非常的不简 那现在呢 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很好的结局 留给两位主人公 于是乎呢 又财的网友出现了 给他们设计一个非常甜蜜的结局 哇 这个浪漫的版本呢就是 你看虎和朱迪兔终于是手牵手 坐上了婚礼的殿堂 我们这个是重点啊 重点是 作为这个婚礼全民 见证人的神父居然是那只树懒闪电 天哪 我在想 如果真的是这个树懒来帮他们主持婚礼 那这个婚礼结束两个人 基本上已经是白头偕老 变成老夫妻了 对啊 所以大家就在调判 说这个婚礼结束的时候 估计一个世纪都已经过去了 不然怎么说呢 这个结局还是非常幸福的 接下来时间呢 我们就来看看同样非常幸福 拥有姐妹情的推丝组合 电影的计划会在年中开始 大概七月份会开始开始 有一部是爱情片 但是会有点 风格会有点 跟平常的爱情片会有点不一样 不是很狗血的一部 对于推出粉丝而言 两人是否能在电影中 再度合体共同演出 才是最令人期待的 我们也希望都入行十五年了 应该要去挑战一些 更难度更高的角色 那这样就比较难找剧本 小编列明 推丝组合体演电影 需要定制剧本咯 游戏圈姐妹情深 田不珍坦言不喜欢单飞 昨天黑比田不珍 为自己首个宏馆各战 举行记者会 上台的时候 高高鞋竟然勾烂了裙脚 两位姐妹不在你身边 天黑比你就乱套了呀 三姐妹一起在台上 不管你是在后台工作的时候 或者在台上 其实都非常的开心 很快乐 所以今天自己一个人 面对大家一个人上台 就突然觉得 那个选择 那个戏份差 感受差 所以 还是最喜欢三姐一起的 好 到布里海台点信片 娱乐显问性环节 赶快来看一下 上一个星期问题的正确答案 那就是 胡哥在这要恭喜 这两位幸运观众呢 就给我 李波利海台点信片 送出的大礼包 以及胡夏 亲笔签名的专辑了 是的 再来看一下 我们的问题是什么 那就是 正在追这个电车的人 是谁呢 这要答案的朋友 可以登陆到 我们娱乐乐饭店的 官方微博 官方微信 来回答问题 回答正确话 就有机会 获得好创给 李波利海台点信片 提供了大礼包一份 娱乐乐饭店哦 明天 俗 借 独 打